有了芥末 这位辛辣的配角 真正的主角才能闪亮登场 捡水面下锅 煮至七成熟 为了防止面条煮得过熟 在煮面时要不断地往锅中加冷水 使水温相对固定 这样煮出来的面条口感才会更加筋道 老师们 这会下一步做什么呀 你就用这个蒲扇不断地上风 是给这两面扇 扇的是面条啊 这个作用和目的是什么呀 我们要让面条快速冷却 加快冷却时间可以防止面条粘连 此时还需要熟菜籽油来加持 均匀涂抹 让每一根面条都沾上菜籽油的香气 这是独属于万州人夏天的味道 为什么要抹这个油呢 它会使面条更筋道 确实是 因为吃凉面的时候大家要 那个撕溜的感觉 就是要面条一根一根的比较分离 才有吃凉面的感觉 王哥告诉我 凉面胆汁好后 接下来登场的就是凉面的黄金配角 鸡丝 将鸡胸肉下锅 配以生姜去腥 煮熟后迅速捞出放置冰水中降温 冷热交替间 鸡肉肉质变得韧劲十足 再用纱布包裹 木棍垂打 鸡肉纤维被顿力自然分割 排出多余水分 肉质变得更加松散细嫩 最后 再将鸡肉顺着纹理 撕成长短均匀的细丝 加上佐料和灵魂配角 黄芥末 到此 一碗凉面 就算大功告成了 鸡肉质变得更加松散细